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是我们新摄影棚开播以来 我第一次请到通过Skype连线的嘉宾 这个嘉宾是谁呢 是郭文贵先生 昨天我跟何平先生在导播室做了第一期节目 今天下午呢 我跟孟玄先生在这个演播室做了第一期现场嘉宾节目 那么第一个通过Skype请进来的嘉宾是郭文贵先生 先呢 请我们的导播把郭文贵先生请进来 郭文贵先生您好 小平先生好 所有的明镜的观众们大家好 郭文贵的崔友们大家好 你这个大家好 好多啊 您啊 刚才我说了 您是我通过Skype连线来的第一个嘉宾 所以我非常荣幸 昨天我们做了一期新摄影棚的点点啊 就是晚言晚事啊 您在那儿跟我们做广告啊 说我们在57街啊 我估计这新闻也不少啊 昨天晚上的时候 就有个北京老领导打电话说 这个和平的明镜电视 你拿的钱吧 几大百万美元吧 我说那不止 和平先生很贪的 怎么也得几百亿美元 这老领导思维没有与时俱进 不知道我们明镜独立生存的能力 我们这么多年来在市场上站住脚 基本就是靠我们自己的自力更生的能力 你把这话也要转告老领导 我想老领导看到我们这期节目之后 也应该意识到 明镜的自力更生能力是相当强的 明镜作为一个这几十年的 这个受尊重的华人媒体 现在已经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检验 实际上你们要坚信一条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该支持该和哥哥 啥事别往西里走 真相 不要怕人家怀疑 在正式题目开始以前 我给你说个题外话 这前两期您跟我做节目的时候 你穿的都是西装 今天你这个服装变了 有什么讲究没有 小平先生你观察的非常仔细 谢谢啊 这个今天因为是您要采访的是 关于盘古的这个我们这个案子的开庭 在大连的西港区法院 我这个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事 而且是大事对我对我的员工和员工的家属 对我整个的盘古事件是个天大的事 这是几年来吧 这是我们大家用这个我的员工和家人用先虚的这个持续自由 甚至生命的威胁等待了金钱 这是最大的事了 我这个中式的这个衣服是我自己设计的 那么我做了六件不同的颜色 那么穿过三件 这件呢这是第二次穿 第一次穿是VOA直播的时候 这是第二次 我觉得它非常有意义 因为一是中国的大事儿 二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事儿 第三个呢这个这个衣服呢 标志都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的发展 所以说我就赶快刚才锻炼完 怒浴更衣 换上了全新的中式真衣 刚刚昨天它前天到的 然后呢连绿裤都是新的 然后穿上这个衣服做人等您这个直播 谢谢您谢谢 那看到有好消息啊 我给观众解释一下 今天的这个节目呢不是明镜对郭文贵先生采访的第三集 而是我们临时插播进来的一期节目 这个第三期的节目呢 什么时候开播 我一会儿呢要请郭文贵先生给大家一个明确的一个说话 今天我们谈的是临时插进来的一个节目 为什么这个做这个节目呢 就是郭文贵先生今天在他的推特上 他说我的员工呢今天正在大连市西港区啊 纽约时间晚上八点半 开庭审理有关盆古公司的案件 这个消息呢是郭文贵先生首先在推特上推出来的 那现在香港的民报啊 以及海外的一些其他的报纸已经关注到这样一个新闻 然后我们扑着到这个消息之后呢 就及时的联系郭文贵先生来做这样一个即时性的节目 谢谢小平先生是这样子 从刚才啊 您谈到你换了一件衣服啊 从再到您今天在推特上公布的这个信息 您说我听我的律师说 近几天呢所有的法律程序准备非常标准 完全依照法制标准前期开庭准备 这让我充满了希望和期待啊 听起来全是好消息啊 我呢在听到你这个好消息的分析以前呢 我要先请问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件 您能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吧 原告是谁啊 被告是谁啊 这样一些故这样一些具体的关于案件的一些细节 好谢谢小平先生 这个我本来以为你这个先问我有什么感受呢 我还准备了拔个字 结果你没问 感受一口要问 了解你 那么先回答你刚才的问题 这个案情是这个初步的什么情况 我先回答您第一个问题 这个案子呢 现在是由大连市公安局专案主播这个侦查 移送了大连市中级检察院 现在是这个指定为大连市西港区法院审理此案件 那么这个案子呢 主要是现在涉及到我们公司的全部的缘故 16个人当中最重要的三个人 也是最高的三个高管 涉及到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当时的财务总监 就是杨盈女士 第二个是我公司的常务副总 我公司没有老总 就等于是老总啊 吕涛先生 第三个呢 是我们财务经理 就是财务副总监 谢洪林先生 那么被起诉的这个罪名呢 第一个是涉及到这是骗贷罪 中国人民这个中华人民共同国刑法第175条的骗贷罪 第二个是呢 是非法套取外汇罪 也就是说这个1972022年 国家这个新的这个修订宪法以后的第一条骗贷罪 而骗取外汇罪啊 骗取外汇罪 这两条罪上 同时被起诉的还有我们盘古公司 作为一个企业 法人企业 这个贷罪 法人犯罪 所以说呢 现在起诉的是这三个人 这两条罪 那么涉及到我们盘古企业法人 那么目前情况就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这个骗贷的一些问题呢 主要指哪个骗贷呢 因为我知道 财新有一篇报道 4月9号 指的是一笔32亿的巨额贷款 是不是跟这个事件有关系 是的 这个就是他应该财新这个杂志呢 胡树林女士在关于我们这个事件的一系列的报道当中呢 他都是最早知道这个各种信息的 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 这个到现在为止 我文贵还有我的所有的员工和家属没有拿到一个起诉书 我们也没有看到一个有关我们案庭的文件 那么到昨天为止啊 到现在开庭还有一个多小时 我们也没有拿到过 那么财新呢 胡树林女士啊 这个所有说到的这个骗贷罪 涉及外汇罪 还有其他什么罪呢 过去很多罪名 现在只剩两条了 我感到很欣慰 那么从21条各种罪的这个 这个尝试啊 这个调查 最后落成了两条罪 这是个好事 同时我们确实不知道这个所有定罪的这个依据 还有理由 那么在最近的三天来 是三天吧 律师陆续的给我们这个家属呢 在谈的当中 这个按照大连市公安局和大连市法院 大连市检察院 关于这个听钱审理的听钱会议和听钱的安排的时候 这个有一些间断性的信息 我得到的 那么主要的就是涉及到这个当年2010年 我真是我对时间永远继续推荣 我对时间永远比概念 素质时间是我的盲区 有时候老是颠倒 这个这个希望大家要注意我这个巨大的缺点 到现在我爹我娘我老婆孩子生日 我一概不记得 一概不记得 我对时间有数量素质有巨大问题 从这点上既不能当政策家 也不能当企业家 也不能当老板 所以说呢 2010年吧 我们带了32个亿 我们还了大概43个亿 没有带42个亿 但是呢 我很惊讶的是 财新当初就是报道未审先判 就给我们定了 骗贷罪 骗起外汇罪 而且说的有鼻子有眼的 据我这两天了解的信息呢 有些跟那个胡舒立与世报道 是有巨大的出入的 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我相信 胡舒立女生呢 这个得到的所谓的内部信息啊 对我们的这些说法呢 经过这个审理这个完毕以后 我相信信息公开以后呢 也能验证它呢 还有巨大的夸张和造谣的成分 谢谢小冰先生 对啊 这个我想问一个事情啊 就是财新网 财新在报 这篇报道之后呢 后来说把关于这个贷款 32亿这一块给删掉了 这个事情你知不知道 知道因为 因为我今天呢 小冰先生我特别不想谈太具体的过 关于这个案子的态度 因为我成天在这呼吁依法治国 案子没审完呢 我说太多了 对这个审理案的造成影响不好 那么他删 他当然删除了 他应该删除 本身他的报道 事实本身也不合法 信息来源也存在问题 他不仅仅是要删除 他应该付上责任 相对于这个骗贷罪这个啊 外头已经有一些信息 这个骗购外汇罪大概是指的什么事情 这个我好像没有看到相关的新闻报道 我真是说实在话 我到这个 也就是咱们纽约时间 昨天晚上的9点钟的时候 我收到了这个 我们的在大连长住的一个孩子 专门负责给这些 冠押的员工 要理生活呀 接律师啊 接家人的 他发来了一个这个 拍到的大连西港区法院的一个这个LED屏 信息我才看到时间地点审理 那么同时呢 我非常不高兴 我就生气 我说为什么律师不能告诉我 这个两条罪意 到底是哪 什么内容 涉及到什么 我真不知道 后来陆续的在昨天晚上10点钟 给了我断这几片吧 这个有关的这个 金钱审理的有关的一些文字 我看了以后我有点懵 我确实有点懵 今天早上的时候呢 又收到了断序 还不是全部 我也有点懵 因为有些事我确实都不记得了啊 确实都不记得了 但有这个这个事实我是绝对记得的 因为我现在这个事实 我一我一看完全跟我说知道的是 完全不是一回事 完全不是一回事 所以说呢 我现在呢 我不想就此做出太多的评价 特别骗取外汇罪 我非常之惊讶 因为我的企业啊 我可以说当年河南玉石达呢 是在河南的时候 是连续三年是河南郑州市 50%的外汇投资企业 就占了郑州市的50% 我北京的企业里边的大部分的前期投资 可以说6-70%全来的境外 而且我到期我敢曾经说过话 郭文贵没在国内赚过一本钱 拿到境外去 而且大家可以算账吗 中安主也查了 我根本不可能说去骗取外汇 这个有违法 我绝对相信 犯罪绝不可能 那么我看到这个杨英啊 因为我现在是 我看第一被告是杨英 还有一个就是吕涛啊 第二被告 第三是谢洪林 因为这三人呢 是我绝对信任的人啊 我的管理方式是跟几多企业不同的 我去放养式的管理 我从来是不去管那么细 那么我看到他们有一些 这个说法 有些这个这个卷中资料 昨天和今年看了以后呢 我不想说那么多啊 我想以后再有机会再说吧 我反正我是那些事 我是不太清楚 我完全不了解 跟我掌握 跟我了解的完全不是事实 对啊 关于这个审判的消息呢 我想基本上所有 或者是说所有人 只是从你的推特上 看到的这个LED上的消息 发披露的这个时间呢 这是6月5号啊 被告啊 开庭的时间啊 都是在这LED上的 我呢今天去当地法院的网站上去查过 是不是有这个庭审公开的一些消息 但是呢很遗憾 我没有查到这个案件 要公开审理的一个消息啊 这也是那么因此 因此唯一的信息源是你这的 可是呢你那上面拍的是这个LED的 所以说不太像是一个伪造的一个开庭的通知啊 那么我们现在先相信就有这么一个通知吧 现在我就回过台来问 就是说你刚才说 原来有21个罪的指控 那么现在只指控了两个 那么你认为呢 这个是一个相对乐观的一个迹象 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的 这个事情的变化呢 我必须要说啊 我觉得这个跟我联络的老领导 还有新领导 确确实实让我看到了这个 中国我对我呼吁依法治国当中呢 这个各种的 我过去所不知道 或者说这个理解不到位 虽然我是这个多次这个受到了法律的这种 这个打压或者是不公对待 我才这个激起了我各种的这种不平 我才追求这一把治国 感同身受 那么我认为我有这个巨大的这个经验 和说服的能力 我有这个本钱 但是从这个我这个案子到后来呢 特别是最近两三个月来 确确实实 我又再次过上一堂法律的课 这个新领导啊 我为什么我发推特的时候 就很多推友的都不支持 就是我就想说实话 不管我不会迎风着推友们的话说 那么我想 这个新领导有几个观点 让我是非常非常的惊讶的 就是他第一个他就提出来啊 他说老领导的这些想法 我要说的是我没否定老领导 老领导的提供不可没 非常之善良 他也非常懂法 那么新领导呢 和他之间是一个绝对的补充 新领导就提出了这个三个概念 让我非常的能接受 第一个 他说我想了解到 你这个案情 你最大的不满是什么 这是第一 第二个 如何能将这件事情 尽快的弥补 减少损失 依法的把这事情 给一个纠正 还有一个公正的答案 第三个 他非常这个明确的说 我要认真地听你这事情的看法 回去要认真地听 所有我们员工 和被关押员工 当事人的看法 然后他要很快地 烧集有关办案人员 了解事实的真相 然后呢 尽可能地在这种情况下 依法办理此案 这是为什么我觉得 我非常的受这个感受呢 因为我不希望说 领导你说这个 你放把人给放了吧 就回家吧 那就完全 我本身就是认为 这是不合法的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事情了解真相 给我员工一个 依法的公平的一个结果 我相信对他们 未来一生很重要 另外一个 我觉得他们的家人呢 现在都是到了这种情况下了 不差这几天 希望呢 这个他们聊 我了解完以后 给他们一个依法的公众说法呢 这些家属更加的重要 结果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发展的 特别是我们这员工的家属啊 这个到了大连呢 被这个所有的这个 大连当地的公安 检察院 法院 做有人性化的接待和安排 依法的进行了听前的审议 和清前的安排 并且严密的 这个给大家呢 把信息啊 管理啊 还有这个通告 都做得非常之好啊 除了我这之外 除了我们其他家属之外 还有刚才您说到的事情 就我比较乐观是什么呢 就是这次大连的法院 还有大连的这个 这个公监法部门 对这件事情的看待 和我们律师的交参当中 我们的律师和家属 传过来的信息呢 他们感觉到非常不一样 和过去非常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 不是说这个态度改变 他们感觉不一样 他们觉得谈的事情 都是很严肃 很真诚 而且非常之专业 问的问题也很专业 而且都是按照法律程序走的 就在这一点上所有的家属说 我们如果付出了这么多代价 能让这个地方能真正的按照 依法办案 依法给我们个结果 我们也感到很欣慰 这不是我文贵说的 我代表不了这所有的员工的家属 这是他们反馈过来的 所以从这点上我感到非常的积极 非常的好 谢谢小平先生 您这个节目 现在很多人关注 您这个老领导 不断的出现 跟你那个盗鬼贼 频率差不多样高 那么我呢 可以先请问一下 您在这说的这个老领导 您能不能给大家披露一点信息 那我 七中之一叫和平 七中之二叫陈小平 开玩笑 我把尊重的人通称老领导 所以说未来在我的节目当中 我准备过一段时间 文贵聊文贵 文贵聊文贵 先把和平先生 小平先生 老领导先给聊一聊 所以说呢 老领导就是代表着 就是这个案子 还有涉及的人 给我沟通的人 这就叫老领导 这不是一个人 也不是两个人 好几个人 比如说 昨天跟我说这个 和平先生 在57届的豪华办公室 大几百万美元是我给的吧 这个老领导 已经退休了将近十五六年了 偶尔的和我联系联系 他得知这个消息 我在这我想 再给这个小平先生 说一下的事情 就是我今天早晨的时候 这个醒来 我这个手机上就满了 就满了 就是都是媒体的 大概有170多个媒体吧 给我发了信息 就问我 你知不知道你有个案子在大连开 那么都很标准 然后呢 有一些媒体啊 包括香港媒体 是被邀请到了大连去接受采访 这个我也是不知道的 我都不清楚 那么今天下午的时候 又大概有40家 就是海外媒体吧 也有华人媒体 也有外国媒体 大概到现在为止 230多家媒体 就是说都在问我这个事情 而且他们相当的关注 那么这位老领导呢 他当然是看到了很多媒体 包括他下属里的报告的事 他非常的关注 所以他呢 就是给我打电话 说这个事情 他说明天会有什么样的节目 他非常关注 那么我呢 就给他简单的说了 我说我到现在没有节目安排 我相信的会引起很大的关注 但是老领导因为深长 他说据他了解的 这件事情呢 对社会影响会很大 说这个样的这个审理案件 他所听说的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很积极的现象 那么说到这个时候 老领导就问我一句话 他说文贵 你给我说实话 用一句话 你认为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你什么样的感受 我想了一想 我就给他说了 用一句话 说出了我的感受 结果老领导哈哈大笑 把他说 那电话我就挂了 就会挂掉了 除了老领导以外呢 您的信息里还披露 这几天来庭审的依法准备 挺前会议 人道的家属安排 都让我对老领导和新领导 有新的认识 这个新领导又是谁呢 这个新领导我现在 我胆谢不说 我以后有机会再说 确实我对过去 我对这个新领导 我也相知20年 甚至我一度时间 对他有一种误会 自从我们最近开始沟通以来 我开始从敌处 甚至是敌对 我深刻感受到这个 我这一说都有点小激动 我觉得人需要沟通 这个战争最后结果 还是为了相互的依存 和相互的存在吗 他不是把对方给灭了 我觉得沟通 能避免战争 沟通能避免误会 还是能产生积极的力量 能达到你要的目的 这位新领导 就是我在推特说的 引起大家很多 包括我在我的直播节目里面说的 就是他有强烈的法律意识 还有一个他有非常让我接受的这种个性 老领导讲法律 讲理念比较多一点 这说实话 这个尊敦教诲 那么我们新领导恰恰相反 单刀直入 直奔主题 而且毫不掩饰自己的内心 对你事情的看法 我喜欢这种感觉 从一开始我们俩的一下子 差点就是要见面就动手了 到后来我就觉得说的有理 因为他说的事情是不是事实 我自己的事情 我最有发言权吗 他能站在我的角度考虑问题 他也能站在案件考虑问题 而且他也不过讲那么多高达商的话 同时呢 这位新领导就我刚才所说的 他愿意聆听 我给他的反应不是几题要求 其他几位老领导吧 就是最多的我讲的是政治 长的形式 讲的是要求 也聆听 但是呢基本上不太接受 而这位新领导呢 他认真地在听和认真地在 在想我给他说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刚才我所说的 他一再强调 他说不管我们有什么权利 国家领导人受益了我们什么权利 这个事情必须是依法处理 依法处理 他就是对你文贵的这个 依法治国的呼吁 这是个最好的一个回应 还有对你的员工和当事人 对社会对国家的依法建设是一个正能量 所以他说文贵为什么不能把这变成正能量呢 这句话倒是让我特别的感动 就我一直在跟北京接触当中 我一再给他们说 文贵不想爆料 文贵不想走向敌对的那一边去 文贵不想走到没有回头的路 但是文贵不会放弃我的追求 那能不能听我说说这个事实呢 听我这边说说 别管听你们那边说 还有一个 我再要求的事情 就是这位新领导所说的 他说为啥不能把这变成正能量 那也就是我说的 我说我完全可以把这事情变成正能量 我要的事情 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给予我们应该有的 中国人民刑法所应该保护的 那么我的要求是不过分的 这位新领导就说 只要你要求的 是合法的 有证据的 我一定给你答复 而且说好时间 说这个时间内我一定会给你答复 这个时间内我给你答复 所以呢 我就是非常让我感动的事情 就过去了半年来 一直谈吧 没有时间表 这回有了时间表 你看小平先生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第二个 不管你怎么说 这你千万 郭文贵你别以为你爆料了啊 我们怕你了 然后你就来这个 绝对不是 就是通过你的这个事件 引起了我们高度的重视 我们要还是要依法办案 依法真理 这个我绝对接受啊 第三个我觉得它特别的 让我接受就刚才我所说的 我这件事情 要把它变成好事 变成正能量 这个我特别特别的愿意 我也特别愿意接受 这就是为什么我对新领导呢 充满了期待 我对老领导充满了感激 也是这件事情可能必须的过程 和必须的元素吧 谢谢小平先生 听你说 我很高兴啊 因为你虽然没提他的名字 但是呢 提到这个新领导居然有 依法治国的这种情怀 我陈小平特别高兴 我这个学法律的人 对啊 我听到这个高兴啊 就像第一次 我第一几次采访 你说要有人要有尊严 我也挺高兴 我说中国人就应该有尊严 可是有人批评我 说我被你郭文贵感动 那么我说我必须感动 那么刚才你说 有这么个老领导 这个新领导啊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我也感动 虽然你没有譬如他的名字 因为在我的印象中 北京这个政权啊 一些盗国贼们 用你的话是盗国贼 也是你的话 有权力的傲慢啊 他们根本不知道 法治是什么东西 那么我的陈小平的名言是 他们离法治无名 差一万年 那么你的这个故事 真的能够成为一个 依法治国的一个标志性的话呢 我当然高兴 所以说我什么时候应该去领教 学习学习这位新领导 这是我临时性的一番感悟 但是我这个话呢 关于领导的话题 我要继续追问一个 你除了老领导 新领导以外 你还有一个话题 叫牢牢领导 这个牢牢领导又是谁呢 你要问到这个问题 小平先生很有意思 今天我去跟美国有关政府部门 就关于我的安保问题 还有他们给我提供的 一系列的保护去开会 就问到我 郭先生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 你的老老领导是谁 跟你问的问题一样 那么他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 特别有意思 因为就是我说的这位新领导 在这个10天前 他曾经打电话 给美国的前政府的管司法的高管 对中美关系有了一个 就司法合作有了重大影响的人 我不能说他的名字 这个人我很尊重用他 是他和这个孟建柱书记 还有这个中国的共产法 在过去几年以后很好的合作 他现在退了 他意味深长的跟我说 他说这个你说的老老领导 我知道是谁 这个新领导我也知道是谁 因为很简单 他说七八天前 他给我打过电话 他寻求我的帮助 他说我呢 由于不在这个纽约 我回到了这个 我的老家了 我给他的回复 他说我想告诉你 Miles哥的一个理念就是 我们要保护你 不仅仅是美国的政府 也不仅仅是美国的一个机关 作为朋友 我们认识你那么多年了 我们也愿意保护你 还有一个 他说我特别欣赏的是 你交的这些朋友 他说你这些朋友 虽然有些人是想把你给 逮回中国的 他说呢 也有人是真心支持你的 私下里边说 这个Miles哥 你们所听到的 关于社会上媒体报道 那都不是真相 他说这个让他很惊讶 他就问这位老老领导 说这个 为什么你这么说呢 他说因为我了解Miles哥 大概二十多年了 我了解这个小伙子 他说他说过的话 说过的事情 可以通过他的历史和他的作品 和他的家庭和他的朋友 你可以得出答案 不要相信媒体的 所以这位朋友说的时候呢 让我也水平感动的 因为他后来说出老老领导的名字 我也说出了 我说是的 后来我们俩单独聊了一会儿 由于英文水平有限 这个聊的 这个我们俩都很激动 但是呢 我相信啊 八成都了解了 就是说 这位老老领导 很受美国的尊重 也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 而且这位老老领导 和这位新领导 都跟美国政府的各种关系 把社会关系都非常的好 这对文贵的事件的解决 是有很大的帮助 时机恰当时 我会把老老领导说出来的 这个老老领导 跟这个新领导 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但是呢 他们应该是一个战线 一个战线是站在一边的 也目前对文贵的事情 有巨大的帮助的 谢谢小林先生 好 关于三个 关于领导问题的三个话题 我已经问完了 现在我们再回到 您的这个案件问题上 我们知道啊 就是说在案件开播 就是开选以前 也就是你在给北京 这个爆料大战的这个过程中呢 你们公司的 就是这次要上法庭的几个被告 吕涛啊 还有这个 你们那个财务总监 都上个视频 说这个32亿的骗贷的问题 这个东西给人一种感觉 就是说 就你们那个财务总监是 留着他眼睛是红的 是吧 穿着好像那个 居留所的衣服 这样的 你看是这样 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说你们是骗贷 还有这个吕涛 说他是去 安排 刻假章子这样的 在某个意义上 是呼应了财新的那篇报道 就是这种报道 就是我们微的以为 就是这个视频来自于官方啊 就是官方在你们这个案子 审判以前就已经有 对这个事件有一定的定论 那么您怎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来看待这个案件的 审判的前途呢 我还是 刚才我所说的呢 我是充满期待 我还是有一定的自信 这个案子最终还是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 我认为到了一个结束的时候了 非常之重要 刚才你说的就是那个视频啊 那个视频肯定 是傅政华安排的啊 傅政华 还有纪委的安排的 这不是现在的主管案件的人安排的 这是肯定的 这就是我说 要把三个关系彻底分开 盗国贼 盗国贼 他极少数 严格讲的就不占比例 要把这个政府啊 现在这个绝大多数人分开 第二个分开 就是把傅政华 现在和我这个案子 就傅政华和这个纪委这人的 和我这个案子现在要分开了 因为现在他们不让他们管了 这个要分开 第三个 我追求的目标 和我现在这个案子的状况 要分开 这三个绝不能等同而论 他有相互的关系 但是他不是 他不能相互的决定 甚至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绝不能混为一谈 而且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呢 这个一定要看到背后的背景 和事情发展的过程 所以说 现在这个案子 实际上到这一步的时候 这我们看到了杨英啊 吕涛啊 出来这个录灯视频啊 这是傅政华 违法 违纪 甚至涉嫌犯罪的行为 这已经让他 未来我相信 就像这位新领导 和这位老领导 跟我说的 一定会给我一个交代 也会给社会一个交代 就是傅政华这人 干这种事情 我那天我给他说的很清楚 你们必须得给我个交代 第一个 就是这样做法合不合法 符不符合中国的法律 我案子还没审呢 你就把案件给泄露出去吧 案子还没审呢 你就给我定了对了 而且你让这个 再压当事人出来 指证别人 指证郭文贵 你这完全这是 既不符合办案规定 也不符合中国的法律 当然不符合人道了 是吧 那么这个视频当中 说的真假 那个任何有点智商的人 他都不会去相信那个 这是为什么 郭文贵录一个随便一个直播视频 十几万 四十万 九十万 来看的 而这个杨英和李涛和马店先生的那个视频 这一万两万 就没人去看 甚至连外国的朋友说 这个我们完全不采信 包括今天政府的这个 几个高官都给我说 县任的和李润的高官 说这是我们看到了中国 这个几个视频 是让我们最最震惊的事情之一 最最震惊 我就非常非常的 纳闷 我说你们为什么那么震惊呢 他说这在美国和西方 任何法律都无法接受的 然后他就说 中国的法律什么时候开始建立的 我说中国的法律呀 主要是来源于 这个1922年的苏联时期的法律的引荐 到了中国 我说你是学法律的小庭先生 然后我说到了1978年 中国才有了刑法 然后呢 甚至八几年以后才执行了刑法 然后到了八十年代末 九十年代末才有民法 我在这个中国法律确实不健全 这逐渐完善当中 但是我是真的不接受 我觉得是完全不合法 但我还真没到过那么震惊 我说你们为什么那么震惊 这就是西方啊 这个法律呀 他们的法律概念和认识 他们认为这个人被拿出来亮邮街视频指证我 他认为这一切一切这都是巨大的犯罪 这已经不是一个道德问题了 所以说这为什么我说我对这位新领导和老领导的 对他们我充满了期待呢 他首先就认为这是绝对不对的 他认为这是不对的 而且是要给这事情要有个处理的结果的 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我也是尊重他们的原因 这也是为什么这几天来 自从新领导和这个老领导接了案子以后呢 这个案情的进展完全按照法律程序 而且大家看到了 我有些案子我是不应该知道的 因为我有些是我是当事人 有些我不是当事人 而且呢这个过程啊 律师和家属的接触当中呢 所强调的事情 履行的法律程序 都是按照法律程序来的 而且这位老领导和新领导 到我和他们接触到现在 他们都在这个按照他们所说的办 这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法律啊 法律的基础 从秦朝开始 进攻不为私 这个这是非常重要的 但不能用私心或者私人关系来代表法律 那么那个三个视频 就是进攻是为了私 是为了那些傅政华这些盗国贼们做的事 那么现在他们做的事情 就是被文贵 不管什么样 我们都要按照法律程序走 我认为是进攻不为私 进攻为攻的表现 这也是为什么我充满了期待 然后呢我还非常的 积极的看待这件事情 而且我相信 他会成为一个好的样板 小平先生 您的积极心态呢 应该我也倾向于认同 因为我看了这两个罪名啊 看了这两个罪名 这两个罪名呢 你刚才已经提到一个背景 是从21个罪名 最后缩小到两个 而且这个剩下的两个呢 骗贷和骗汇呢 因为我不知道骗汇的情况 骗汇最重也就是7年 然后前面那个罪呢 因为即使根据财新的报道 32亿 而你还了40多个亿 而且提前还了 他在法律上 他没有造成什么后果 因此呢 如果严格的按法 按法律办的话 这个骗贷罪啊 应该不 应该不是个 涉及到刑罚的问题啊 所以说这两个罪的审判 在某个意义上 也可能是个刑事 就是这个案子最后呢 可能就是会轻判 我有这样一个预感啊 所以说您的乐观积极的心态 我也能理解 那么我呢 想从这个案子的最终的一种预估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就是说您啊 这个爆料以来 就是给盗戈贼们 和权力的傲慢者们的这种 这种搏斗 最后呢 是不是 可以说看到了一些 您所希望的 依法治国的曙光啊 或者说你跟北京的新领导 老领导之间啊 形成了某种良性的互动啊 或者是某种妥协啊 是不是整体上是 这个大盘的一个改变 小平先生 谢谢您这个问题非常好 我不能同意您的观点 我觉得这个爆料啊 和这个目前大连这个案件的审理啊 没有太绝对的关系 所有人我相信都会说 这是郭文贵爆料和争取斗争的结果 我说实在话 这如果这么说 我可以理解 但是这不失事实 我也不能接受 因为我觉得 这个案子就今天老刘导说 他认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因为刚才你没问我这问题 我本来像刘子跟你说呢 那我现在就主动说吧 这个案子主要核心的问题是超级计压 超级计压啊 中国法律的所有的问题 都跟超级计压 还有一个就是计压不严肃 计压不严肃 还有刑续逼供 这三个核心啊 核心是现在中国法律上和世界的法律上相比 最严重的 最低级的 也是对这个执政者和政府和执法者和老百姓之间最大的矛盾 那就是说执法的是疫情 还有这个对人随便失去自由 对人权和人格的不尊重 人性的不尊重 那么我这些员工呢 首先一点 他们这个长期计压 两年08个月了吧大概 两年06个月了 接近了这个 两年07个月了 还差三个月 就是说任何 任何啥也不错 再到三年 你要么就得放人了 你要么就得判刑了 还有几个月就满了 最高期了 那么这个案子 我郭文贵报告爆料 所谓争不争取 这个案子大事一定 大事一定 任何了解法律的人都应该懂 还有一个175条 这个法 您听得到吗 小冰先生 我能听到 175条很明确 就是说骗贷罪175条 就是说必须是数额巨大 数额巨大 我们32已够了 然后必须给银行造成损失 或巨大损失 巨大损失 不是后果 巨大损失 因为它这个后果 然后又给社会或者银行造成严重后果 严重后果 或者严重影响 这种情况下 才判三年到七年 或者更高的税 七年以上 那么现在 非常的肯定的说 我们没有给银行造成损失 还带了将近十个亿的利润 第二 它没造成任何社会不良影响和严重后果 还有 这个里面首先是主观上的主观上的去诈骗去造假 我没有看出任何我们主观的造假 我完全不知道 这就是几个孩子想拿这个份工资 拿这份奖金 想把贷款贷成 贷款的老总 都想在我这面前出个 想出业绩 中国贷款 谁敢说贷款 没有这个中间所谓的盖甲章提供甲章 谁敢说 谁敢给我 你拿出一个笔来 那我公文贵我就认了你 把我枪毙了 我就认了 不可能 就中国银行的制度就是逼梁为娼 就是逼梁为娼 你本来你就在妓院里边娶个小姐回来 你得让她向你发誓说我是处女 你相信这是处女 那是你的问题 你逼着这个娼妓要说是处女 或你逼着处女是娼妓 那是没有选择的 所以说这个贷款过程当中没有一个老板 我相信他说 把186个通章全都自己看一遍 盖186个章老板自己在那块盯着 都自己去验一遍去 是不可能的 中国要带一个代表186个章 甚至是有些小行要做到200多个章 我郭文贵 我又不是经营者 我只是一个控制人而已 实际经营者是他们 怎么可能存在呢 所以这个骗贷罪175条 所有的严重后果的情节都不存在 而且这件事情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你只是什么解决为何而已 那么通过这件事情你也看到 他们起诉了北京盘古市企业作为法人 我们的律师也跟我沟通了 我们也正式向这个有关部门向承诺 我们企业承认在过去经营中违法 你不能说这些事不存在呢 这个假账的事情是存在的 是肯定存在的 这个拿走这个 这个是肯定是存在的 而且有些事实是存在的 结果是有的 但过程绝对不是真的 是假的 同时它必须和中国现在的司法环境和社会环境 就像我说过的尼生这个贷款呢 和其他银行贷款 我们的其他银行也有贷款 你要说这个这些问题是普遍现象 我认为不是普遍现象 它是必然现象 你把必然现象说成违法 那就是逼良为常或逼常说假 这都是不存在的 所以我认为175条的骗贷罪 我们可以接受 同时企业愿意接受违法处罚 郭文贵呢也愿意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呢 这个发的什么红桶其中之一的原因吧 我也希望接受一定的经济处罚 没有问题 关于骗贿罪 那我真是说实话 我到现在不明白我哪犯了骗贿罪了 我们企业要说骗贿罪 中国就没有说不骗贿的了 我们的企业 所有的这个外汇 不存在骗贿的问题 但是可能在操作当中 违法 违纪 不合规 这是肯定会存在的 但是呢 现在我觉得 不管如何我们都愿意接受 现在这一次开庆 依法的审判的任何结果 因为我相信这次他们是依法审理的 谢谢小平先生 对啊您既然被对这次的审判啊 比较乐观 那么这样的话 我相信的最后法官呢 就是法院判决出来的结果 你也会认同 啊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那些视频上说的 您今天说的 到底哪个是真实的之后呢 最后都会在法庭的文件中体现出来 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 到底哪一个是事实 不管怎么样 您在通过这一次 你说你要依法治国的努力之中呢 应该看到一个小小的案件啊 能够不能够体现您的依法治国 那么天下的这些人呢 也能知道通过这个案件 了解一下您说的故事的一些真实性 我想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案例 是的我相信是的 我特别请求推友们 请求所有的实论评论家们 我刚刚我还看了那个郭宝胜先生 做了一个点评啊 做得非常好 我拜醒你们 在这个案子上呢 大家静下心来 不要把个人或者说 其他的一些因素呢 放进来 我希望大家冷静的来看这个案子 我特别的拜托任何一位啊 不要说这件事情是我和 这个征服了什么共产党 爆料的结果 那你真的是害文贵呢 也侮辱了文贵的爆料的这次的行动 文贵的爆料的核心目的是 是为了锅基条 锅基条当中有这个依法治国 而且我们有更高的追求 就是反对以贪反贪 疫情反贪 以黑反贪 我们这些是很大的目标 这个案子我刚才我说了 他只是 不管我报不爆料 这事都得解决 他都得开庭啊 那么我们希望尽早开庭了 就是给我们员工 计压期已经快三年了 他犯什么罪 刚才我说的 通过175条和这个第一条 这个中国刑法第一条的补充规定 骗取外汇罪 他们都应该判缓刑或者当今释放 而且今天我们要有一个好消息 告诉大家了 这个我们里面年龄最大的一个计压者 也羁押了两年零六个月的林强先生 林强先生 昨天已经正式被撤销起诉 撤销起诉 他已经恢复自由了 他体重剩了四十多公斤了 这个我很担心他 他应该今天就回到家里面了 那么他待了两年多了 他只是他犯的罪行是 这个非公务员这个受费罪 就是在我们企业融资当中 他拿了一百万的回扣 他已经撤销起诉了 他应该回去了 另外的这个十几个人 今天开了三个人 三个开庭的 林强已经免计要起诉了 其他几个人都会 这几天都有结果 那么这些人被羁押了两年半 两年零六个月 两年或一年的 这些大多数的人 我相信这几天都会有结果 这些人无论如何 我们都要接受一个事情 我接受这次的依法的审判 审理 我也相信我的员工的家属 他们也会接受 这个事情发生两三年了 我们其中的谢洪林的夫人 还有这个李玉涛的夫人 还有这个杨英的女儿子 受打击是最大之一吧 今天早上我第一次听到 他们给我发的信息 因为我昨天给他们提要求 把移民过去 我们公司派了很多人到现场 说这个人如果是说被释放以后 或者被保释 像过个火盆 走走行事 同时让大家不要过分的悲痛和激动 然后我们公司统一安排接 统一接回来 统一安排吃 统一安排衣服 不要大家激动 同时不要对外乱讲话 那么我们这个员工家属 就很让我感动的说 郭先生我们一定 无论如何都会接受这次的结果 而且我们最近几天来 最近这一段时间 感受到了 这个依法治国在我们身上 已经开始体现 而且我们受到了尊重 和人性的对待 而且呢 律师和法官 还有这个办案人员呢 都给我们解释的很清楚 就是说文贵 我不能代表全部员工和员工家属 感受我不能全部代表了 这个但是我员工的家属 能代表他们自己的感受 这我我为什么说 积极的看法呢 那同时就是因为这个 那么同样我为什么说 崔勇们 不要说这是爆料的结果呢 因为不是因为文贵的爆料 才是这样子的 如果你这么说 会把这个事情变成了 极端的政治问题了 而且呢 这样的话对崔勇们 对我都是个侮辱 我们大家这个这么多天的忙活 我们爆料的有更高的目标 希望中国真正的达到司法独立 受媒体监督 少一些郭文贵的事件 我们打击最像是盗国贼 不仅仅是这些人要回家 或者这些人得到审判 这是必然要有的结果 我们不能这个就在眼前这一点事上 就满足了 那我们就没有什么眼大的理想了 而且通过这个事情 就把我们弄得成了中国的最大的敌对面 这也是没必要的 所以我请求所有的推友和媒体的点评人士 不要把这件事情给妖魔化 和不要把它给政治化 也不要忘掉了我们追求的核心目标 郭七条 而且应该大家对现在的老领导新领导的 这个依法治国的实际行动 和这个要给予鼓励点赞 这是文贵败出大家了 谢谢大家的 小平先生 我想补充几句 就是说法律上有个案 有一个说法叫影响性案件 就是说如果您这个案件 能够作为一个里程碑的事件 推动依法治国或者法治中国 那么人们就不会想象 这个案子是你郭文贵单独的 和他们斗争得来的一个结果 会以为你这个案件 推动了整体上法治的一个建设 所以说我还是希望这个话 仍然老领导新领导 牢牢领导们都听见 这个案子是推动中国依法治国 司法独立 走向法治文明的一个这样一个过程 只有这样才能够让人家 不是以为这个案件 是你郭文贵先生爆料的结果 我想这个东西呢 也会有人会对您提出这样一个看法 小平先生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这个我就不笼统的回答 我觉得简单 我就是我觉得两句话 这个问题应该是怎么看呢 老领导和新领导在这个事情当中 这个特别是最近以来的 这个对事情的态度和看法 或者是协调当中 起到了一个最重要的作用 这得感谢所有的推友们 就刚才你说有影响力事件 真的是推友们把这件事情 推友的所有的每个人的力量 可能是很小的 但是由于推友们 现在形成的这个影响力 对这件事情的依法审理 快速审理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这一点是绝对真实的 不是他们害怕了 也不是说人家就是说 就是怕你继续爆料了 绝不是这个问题 是推友们的民意 这个影响力影响了这个案子的 这个依法的审判 更加依法了 而且快速的审判 也可能让更重要的事情 我认为是盗国贼们 受到了巨大影响 民意他们看到了 所以说我为什么我说 这次我们推友们更加要冷静 就我们的团结和我们的冷静 我们的追求远大目标的 这种执着的这种力量 能让盗国贼们远离我们 甚至让他们神之于法 让我们尽快地追求到 我们想要的目标 同时让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绝大多人看到这个事件的正能量 非常正确的一面 这也是为什么我对新领导 和这老领导协调当中 特别是这位新领导 刚才说的三点 我是完全受受和接受的 因为这件事情 这个案子一定会成为一个 对中国下一步 以法治国 以法办案 和这个一个很好的样板 我相信这是推友们 推动以法治国 为未来的下一代人 有尊严 有安全 赢得的一个很大的一次胜利 因为我们的敌人是盗国贼 这个盗国贼已经是 受到了重大的影响和震慑 特别像傅政华这好人 谢谢小鸣先生 好这个关于一个案子的问题呢 我就问到这儿 现在我在带我的网友们和我的推友的粉丝们 问您一个问题 就是您的这个明镜 第装返的第三集啊 你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介绍一下情况 因为在之前有一些日期的变更啊 你能不能给大家说 您的一些信息 这个第三集的信息 好的小鸣先生 本来呢 这个我们现在大家知道 我跟何先生和您说的 我是希望 这个事情是在6号 咱们说第三集的 由于我们就是 就是因为大连的这个案子 我知道了 律师说可能要开庭 我们就推迟了 推迟的原因呢 很简单 我们大概推迟到16号左右吧 不一定那天 因为我有系列的决定呢 是必须的 就像今天 我给您说到的是 我跟那个相关政府专门开会 这个就是一定要 是否接受美国的 这个司法的这个 给提供的特别保护 同时呢 我们基金呢 也是12号开基金的管理会 我是否推出了几个基金里边的董事 还有这个投资委员会的职务 同时我们也有一个 在其他国家 有两个很重大的投资 这个要最后的决定 这跟我的所有的 下一步就是 中国政府对这个案件的处理 它有绝对性的关系 所以这个审这个案子呢 我的员工 审完以后 会对我相信 对我们所有的事情吧 都会有一个统一的处理方案 包括资产呢 包括一系列的事情啊 包括一系列的红通啊 类似的事情 都会有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吧 这就决定了我的基金的会议 和是否接受这种特别保护法案 我相信这位新领导 这个他所说的 希望这个事情变成这个国家的 和社会的依法治国 和这个反腐的这个事情当中的正能量 一个好的案例 那么如果能达到这样的话 我相信这件事情能得到原版解决 我就不需要接受那个特别保护法案 我也不需要去辞退我自己的 去请辞董事职务和投资委员会职务 而且我们会继续的顺利的 投资到我们中国和亚洲 去的几个重大的投资 所以说呢 我们三期的节目 也可能16号或者往后推个一两天 三期的节目 主要是我相信下一步呢 我们要谈的是我过去的对盗国贼们爆料 还下一步的一些细节 还有一些重要的证据的举证 还有一些新的线索 我在这里呢 现在这个不给大家说那么细 第三期绝不会让所有人失望 让大家让人都不失望 而且这个事情会是一个李承梅的事件 谢谢小平先生 好 今天呢我就对郭文贵先生采访这么多 正好呢第三集按照您说的计划呢 应该也为期不远了 我希望你们这个公司员工 明天的 今天这个案件的审判 正像你预期那样 有一个积极乐观的结果 我们都在静待 谢谢小平先生 最后呢我要利用你的平台 我要说一下啊 这个希望所有的推友们呢 这个要意识到最近呢 各个方面吧 假的郭文贵推特名字太多了 希望你们要上郭文贵的真推特 同时呢看YouTube的时候呢 要点要订阅文贵的这个 整个的这个视频 要点订阅 第三个呢我要告诉推友所说的 明镜第三集呢 我们时间会很长 内容会很丰富 特别是在小平博士 这个法律博士这个面前 我们要看得更加细节 这个小平先生现在的节目 我是必看 和平先生看必看 保胜先生的节目 我必看 这个他有实际意义 他有对这个我的这个提升 和了解法律 了解媒体 了解真相 有很大的帮助 而且我觉得明镜现在呢 这个目前虽然有了 这个57级豪华办公室呢 我相信会更加的成熟啊 更加成熟 而且我觉得现在呢 我们华人媒体会越来越健康 而且我在此呢呼吁 所有的推友们 千万正确的正能量的 看待这次我们大脸的员工的案子 和所有的事情的终结和审结 而且我期待到这个事情 是依法治国 依法办案的一个好的样板 好的案例 同时呢 我也希望我的员工和员工的家属们 今天能成为他们 走向新生活的一个新的开始 因为他们太不容易了 最后呢 在此让我这个对 明镜和平先生 陈小平先生 对你们所有的 对文贵过去节目的点评 对我们推友们 对这个爆料事件 过季条的支持 表示衷心的感谢 好 感谢郭文贵先生 感谢网友的收看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可以了吗 可以了吗 我满意 我满意 这个是刑法175条 刑法修正案6 不是刑法第一条 这是一个小问题 还有一个呢 这个大连那个南港区 没有中级检察院 只是大连市检察院 所以这些小问题 我这私下里跟你说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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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